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确保污染物的量进一步削减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李宇飞 今天我们来关注生产大闸蟹的羊城湖 羊城湖大闸蟹是市场上较为知名的一个品种 但近年来 苏州市为了保护羊城湖水质 连年在减少羊城湖中大闸蟹为往养殖面积的消息 引起了众多消费者的注意 如此畅销的产品为何要缩减养殖的数量呢 好好的羊城湖为何要开始保护水质呢 带着大家的疑问 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湖区 我们来看看他在一线进行的调查 羊城湖镇位于苏州城区东北侧 地处风光秀丽的羊城湖畔 这里因盛产羊城湖大闸蟹而闻名 一进入羊城湖镇 路边这几十个红色的棚子格外显眼 这是一个销售羊城湖大闸蟹的路边市场 羊城湖的水域面积大约有18万亩 大闸蟹养殖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湖边族族被被捕鱼的渔民纷纷转型 搞起了大闸蟹养殖 到2000年前后 羊城湖内养殖大闸蟹的围网面积 达到了15万亩 很多蟹农把那会密密麻麻的围网 称为迷魂镇 因为围网太密 即使是老蟹农在湖面的围网之间穿梭 也经常会迷失方向 现在我处的地方是在整个羊城西 羊城中湖和羊城东湖的交界处 可以说2001年时候 整个羊城湖是天罗地网 伴随着大闸蟹养殖面积的不断增多 羊城湖的负营养化的程度 也在不断加深 为了防范水质变坏 蓝藻爆发 当地政府部门从2001年起 开始不断压缩大闸蟹养殖的围网面积 2002年缩减为8.6万亩 2007年又缩减为3.2万亩 2016年初 苏州市出台了苏州市羊城湖 生态优化行动实施方案 进一步保障饮用水安全 羊城湖被明确定位为饮用水源地 根据实施方案的要求 当年年底 湖区的围网养殖面积 又减少一半 变为了1.6万亩 羊城湖确实它本身就是一个水源地 它饮用水源功能 是整个羊城湖用水的第一功能 其他所有的服务性的功能 都必须服务 围绕着水源水质保护来开展 路边市场的这位养殖户 告诉记者 最近两年 围网的面积还将不断减少的消息 时不时就会传来 现在养殖户们都是跟政府 签定了两年或五年的合同 两年之后 是否能继续养蟹 还得继续看政府的安排 还有两年以后 五年以后 两年以后怎么办呢 两年以后 如果说政府允许里养的也是五年 不允许里养的拿掉 围网面积还将减少 杨城湖大闸蟹 将越来越少的传闻不绝于耳 水产批发市场上 大闸蟹的销售却似乎更加火爆 在新西王市场 大闸蟹经销商老陈 正在忙着张罗生意 老陈今年六十岁出头 在杨城湖边养殖大闸蟹 已经有十五年 对于杨城湖大闸蟹的养殖状况 他了如指掌 原来养殖这个人多不多 陈老板告诉我们 在十多年前 他和很多祖祖辈辈 生活在杨城湖边的人一样 古欲未生 眼瞅着杨城湖大闸蟹名声越来越大 养殖户的收入越来越高 他也动心了 加入了养殖大闸蟹的行列 行着养殖大闸蟹 老陈跟周边的很多蟹农一样 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 但杨城湖水质的变化 他也是历历在目 蓝藻被誉为水质景时灯 是水体负营养化的表现 而水质的变化究竟和大闸蟹养殖 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老陈无从判断 如今 老陈的大闸蟹养殖围网面积 已经从最初的八十多亩 减少到了十多亩 对于政府不断缩减杨城湖水面上 围网面积的做法 老陈并不能完全理解 但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最初杨城湖里养殖的大闸蟹 是以湖里野生的小鱼小虾作为食物 但随着养殖量不断增加 湖里的小鱼小虾远远不够吃 蟹农们就开始给湖里的大闸蟹 投喂海鱼和玉米 为了印证经销商们的说法 记得决定 亲自到湖面大闸蟹的养殖现场 来看一下 船上养殖户正将已经处理 剪断的淡鱼和玉米粒同时进行混合 这一天需要投喂十亩水面 所以养殖户准备了三百斤淡鱼 和六十斤的玉米 阳光下 冰冻的淡鱼因为温度升高 逐渐化开 与玉米夹杂在一起 散发出阵阵兴气 从新蟹王市场到阳城湖大闸蟹养殖水面 飼料船需要在阳城湖上行驶十分钟左右 从飼料船放眼望去 天际边有一条长长的黑线 几分钟后 飼料船慢慢靠近这条黑线 记者这才发现 这个几千亩的大闸蟹养殖水面 一眼望不到边 每家每户的大闸蟹养殖水面 都用木桩和围网合开 分为各自的大闸蟹养殖区 飼料船在养殖区又行驶了一会儿 才终于到达了这一天要投喂的区域 这个不用再给它搅拌一下啊 不要搅拌 记者看到 在大闸蟹养殖区域上 这名养殖户用铁锹 将刚刚混合好的淡鱼 玉米饲料 一次次地抛向水面 十几分钟后 360斤的淡鱼和玉米 就全部被投喂到了十亩的水中 有的淡鱼块 因为没有再次搅拌切碎 块头还很大 白色的鱼肉块 就在绿色的水面上随风漂浮着 两天你喂300斤的鱼 又60斤的玉米 这是喂多了还是正常的一数字 还不多 两天要得这么多呢 那就是这么多的是够吃还是超量了还是 不超量了 够吃的 够吃的 嗯 这都咱们算过还是就是养殖二多年 这个总结出来经验这是 这名养殖户告诉记者 阳城湖大闸蟹养殖要讲技巧 只有在七八九三个月大量投喂大鱼 收获的大闸蟹肉质才会鲜嫩 高黄才会饱满 之前养殖螃蟹的少 大家一开始都用狐狸的小鱼螺丝给螃蟹投喂 但现在这么大的养殖规模 就必须大批量的投喂带鱼才可以 记者了解到 水产养殖的过程中 以饲料和营养元素的形式 投入到养殖水体中的蛋和鳞 只有一少部分会被鱼和螃蟹同化 其余的则会给水体带来蛋 鳞胺等方面的负荷 像这样大批量的投喂冰带鱼 玉米粒 到底会不会给虎体造成污染呢 其实养殖户和经营商心里也多少有一丝担忧 这个本地的那种小鱼 就是吃那种海鲜 有一点油鱼的 它排里的东西是这边油鱼 这个是小鱼 小鱼 一米都往湖里扔的 你说这个污染 一亩阳城湖大扎些养殖水面 疑似需要投喂30斤带鱼 养殖户们告诉记者 每两天需要投喂一次 计算下来 每天投进阳城湖的带鱼数量 就达到了24万斤 那么阳城湖的大扎些养殖 究竟要消耗多少海鱼 这些海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几经辗转 记者来到了这家 位于阳城湖镇车渡村的 冰海鱼的销售点 老师傅 您拿这么多鱼 这是多少土的 30万 30万 都吃了吗 这几天呢 一次 记者赶到的时候 刚好遇到周边的螃蟹养殖户 都来买鱼 这里除了记者之前看到的冰淡鱼 还有冰杂鱼 价钱也不计相同 在记者正在跟这名老板沟通的时候 工人们正从冷户里 将冻得结实的一板冰海鱼 拿到外面的切合机上处理 记者注意到 它的冷户大概有几十平米 里面还储存着上百板的冰鱼 记者在这里待了短短十分钟左右 就有几十瓣冰鱼从冷库中拿出 处理掉 被几名螃蟹养殖户开车拉走 那么像它这样的冷库 可以存放多少吨冰鱼呢 几天 仅仅这一个冰鱼销售点 就有二十吨的冰鱼 就会从这个冰库 被拉运到位于阳城湖的 各个螃蟹养殖区域 而这里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在阳城湖周边 这样的销售点还有很多 昆山市石牌镇的这家农贸市场里 开着三家销售兵鱼的店铺 其中一名老板正在收拾 冰鱼留下的残骸 最好的待遇是三块钱 然后每个是两块三 这名老板告诉记者 他家是整个昆山市 最大的一家冰鱼贩卖店 在市场里 这个冷库可以存放几十吨冰鱼 而在自己家里 还有一个一千吨的冷库 您一天能走多少 有时候三百鱼 有时候四百 有时候五百 一块一块 四五百 在高峰的时候 最厉害的时候 五百鱼 一亿版冰鱼二十公斤来计算的话 一天五百版 就相当于这里一天 就可以出售一万公斤的冰鱼 一般我们中规在 三月二十五号节就开始吧 一直味道 一直味道中规 要十二月的初 哇 这么长 所以您大概得卖多少冰鱼 因为很多了 一千多人有 哪只一千灯啊 我正好一千灯 然后我还要进来 随着调查的深入 记者的疑惑越来越大 冰鱼销售商们 售出冰鱼数量 远远超过了阳城湖里 为王养值大闸蟹的饲养需求 在记者的追问下 这位经销商 告诉了记者一个惊人的答案 这位老板告诉记者 最近几年 在阳城湖周边 很多村落 都开始利用阳城湖水域的优势 搞起了大闸蟹养殖 不少村民将自家农田 挖成池塘 引入阳城湖水 开始做起了大闸蟹养殖的营生 将阳城湖中的大闸蟹 养在池塘里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无人机升空之后 记者发现 阳城湖镇的萧京村 和周围的其他村落 北兴罗旗部的螃蟹水塘 已经团团包围 仅这一片区域的螃蟹养殖水塘面积 就至少有近万亩左右 那么 这里万亩蟹塘中的大闸蟹 吃的还是冰海鱼 这样的饲料吗 这名正准备炸鲨料 去投喂的螃蟹养殖户小王 养了四个池塘 共四十亩的螃蟹 跟阳城湖养殖螃蟹一样 池塘里的螃蟹同样 也是用冰鱼和玉米来投喂 但是池塘里面是死水 不流动 吃不完的饲料 最终怎么办呢 会不会影响池塘的水体环境呢 池塘里的水又最终排向何处呢 活水循环 再抽洋城湖的水进来 一边放掉 放掉 打进来放掉 你说是死水还是死水 就是把洋城湖水排 就是掉进来 最后再排出去 这名经销商告诉记者 这周边 只要是池塘养蟹的养殖户 都是抽洋城湖的水养蟹 基本上水是一年一换 这块离洋城湖有多样 这个我们刚才出来的水 对面就是洋城湖 这个水就是洋城湖 你的意思 就用管子抽在河水上 抽起来就这样 当地人告诉记者 眼下糖蟹增多 湖蟹变少 记者走访了多家糖蟹养殖户 发现他们大都是抽洋城湖的水 到岸上池塘 用同样品种和数量的饲料 养殖大闸蟹 养殖完的废水再回流到湖中 这样一来 养殖废水带来的污染 似乎一点也没减少 还是还给了洋城湖 而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还有一个更加令人担忧 和震惊的发现 那么事情真的像这些养殖户所说的一样吗 记者走访了阳城湖周边的几家 于徐经营店 以一名糖蟹养殖户的身份 向他们请教该用什么药 而另一名大闸蟹饲料店的老板 告诉记者 相比起胡蟹养殖 糖蟹养殖确实用药比较多 阳城湖目前是苏州的饮用水源地 但随着周边工业 养殖 旅游 房产的不断发展 阳城湖所承载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当地政府已经连续三年 公开发布了阳城湖水污染 及蓝藻监测预警工作方案 眼下 对于阳城湖流域的大闸蟹养殖 存在着胡蟹上岸养殖的尴尬局面 每天数万斤的饲料投放 究竟会对阳城湖的水体 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 在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 这张阳城湖五体水质变化表 记录了最近几年 阳城湖水质变化的一些具体指标 从2007年到2019年 水质变化平均数 高蒙酸盐 氨氮 总氮指数都有着非常大的降幅 但记者也同时发现 从2016年起 总氮的指数就一直保持在 每升0.06毫克左右 四年时间没有大的变化 总氮指数 每升0.06毫克 属于四类水源标准 而四类水源 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 即人体非直接接触的 娱乐用水区 而按照我国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的要求 三类及以上水源 才可以作为饮用水源 阳城湖是太湖流域 重要的淡水湖泊之一 目前是苏州工业园区的 第二水源地 也是苏州的备用应急水源地 目前第二水源工程建设 已经接近尾声 预计到今年年底完工 治理了湖里的螃蟹养殖 但又冒出了岸上的螃蟹养殖 眼下 阳城湖水质的 一步步恶化态势 已经引起了苏州市 生态环境局的主意 如何保证标准化改造的池塘以后 出水的稳定达标 也是下一步我们跟相关部门 协商共同推进的事情 来确保污染物的量的进一步削减 或者是不造成大的污染 阳城湖是苏州饮用水的第二水源地 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水源 落实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已经将阳城湖围网养殖的面积 压缩到了眼下的1.6万亩 年产量也只有1300吨左右 这个数字只有阳城湖 养殖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 整治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但另一个更严峻的事实是 湖里围网面积减少的同时 阳城湖沿湖区域建成的 养殖池塘面积却在不断地增加 高达7.48万亩 这个数字是湖内围网面积的 四倍之多 生产的螃蟹产量更是以万吨计算 螃蟹养殖从湖里抽水 养殖螃蟹之后污染的池塘水 一滴不差地再还给阳城湖 来年生产 这些池塘继续抽去阳城湖的水 展开养殖 螃蟹上岸污染入湖 循环往复 阳城湖是越治理越污染 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何况阳城湖本身还是城市重要的水源地 最近为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其中明确提出了底线思维 保护优先的基本原则 我们希望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不要突破生态建设的红线 如此合则而泄 最终毁掉的不会仅仅只是一只螃蟹的生意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